随着游戏及服务这一概念的盛行 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尝试推出自己的服务型游戏 借此来逐步吸引更多的玩家以提升公司的实力 史科威尔·艾尼克斯也和白金工作室强强联手 希望能在新作《巴比伦陨落》上实现这一模式 《巴比伦陨陨落》将背景设定在了奇幻世界里 游戏中的战斗系统设计令人耳目一新 丝毫不愧对白金工作室的盛名 可它在其他许多方面的表现却是一团糟 有些该有的基础功能并不存在 另一些则又过分复杂 目前看来《巴比伦陨陨落》粗糙而乏味 开发团队还需要更多时间来打磨游戏的品质 确定好游戏的制作方向才行 在《巴比伦陨陨落》中 玩家要扮演一名可自定义外观的哨兵 主角被一件名为集敌恩之官的遗物选中 获得了特殊的力量 要登上高耸的通灵塔 对抗迫在眉睫的威胁 每个任务都会把玩家领往更高的一层楼 直至塔顶 由于本作还在贝塔封闭测试阶段 在有限的游戏时间里 我只能玩到前六个关卡 而我爬得越高 游戏自然也就越困难 在关卡设计方面 任务显得枯燥而单调 游戏中不乏各种意义不明的走廊 以及明摆着的御敌区域 沿途也没有什么战利品宝箱 在完成每个任务之后 我都会得到相应的战利品作为奖励 来强化我的游戏角色 可糟心的是 我在关卡彻底结束前 是看不到自己得到了什么的 游戏并不会提示我具体的道具名 而只是显示一物二字 也就是说 我根本无法在任务期间 升级自己的能力 在任务与任务之间 哨兵会回到自己所属的哨兵部队总部 在那里收集更多任务 出售道具或是管理自己的库存 玩家们需要从公告板上 挑选自己的任务 同一游戏大厅的其他玩家 也可以加入进来 共同组建一支最多四人的小队 可如果你想要和自己的朋友们 一起游戏的话 情况就要麻烦不少了 哨兵部队总部里 可以同时容纳下的玩家数量 非常有限 尽管本作主打的是 多人合作的联机体验 却缺少传统意义上的 邀请朋友加入游戏的功能 如果你想邀请自己的朋友 就必须向他们提供 八位数的总部密码 这样才能进入同一个游戏大厅 然后才能与你组队开始任务 更麻烦的是 你的朋友并不会自动加入你所在的游戏 他们只会加入你所在的游戏大厅 正因如此 你完全有可能会在疏忽下 漏过自己的朋友 直接开始任务 总部密码很有可能是 本作PlayStation和PC间的 跨平台联机功能 所催生出的产物 但如今市面上有这么多在线游戏 他们的联机方式都要简单得多 说实话 这都2021年了 如巴比伦陨陨落这般臃肿的联机系统 实在是难以让人接受 哨兵身上配有四种不同的武器 对应着一个特定的按键 其中两种武器分别对应了轻攻击和重攻击 剩下两种则是特殊武器 除了生命条外 玩家还会拥有特殊能量条 使用特殊武器攻击便会消耗能量条 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恢复 使用轻攻击或重攻击击中敌人 也会补充一定的能量 游戏中共有五种不同的武器 包括剑 锤 弓 杖和盾 可供玩家混搭使用 在获取更好的装备后 不同的搭配也会带来不同的战斗玩法 只可惜大部分情况下的敌方遭遇战 依旧平淡而乏味 多样的武器搭配仍不足以弥补这一点 关卡后期的首领们倒是更具挑战性 不过首领战实在是太少见了 似乎也不值得玩家们投入过多的精力 来钻研游戏套路 就此时此刻来说 巴比伦陨落可以说是很一般 他身上的亮点不够多 更何况现如今像命运2这样的服务型游戏 正如日中天 同类游戏中也不乏漫威复仇者 这样具有知名度的作品 他也正努力想在市面上站稳脚跟 毫无疑问 白金工作室已经在多年间 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希望他们能够拥有足够的时间 来充分发挥巴比伦陨落的潜能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